你好 你好 哈囉大家 哈囉大家 今天的影片想要帶大家逛一下 日本東京的夏北澤 這次是我自己來日本旅遊 對 然後每次來日本 我都會排一個行程 來夏北澤逛一逛 因為我覺得這邊非常的有那種 度假感 夏北澤呢它是在東京的士田谷區 JR線是沒有到的 我的話就是坐到澀谷或是新宿 然後再轉車過來 其實非常的方便 然後我自己個人呢 是很喜歡來逛他們的那個古桌 跟吃這邊的美食 這邊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我上一次來的時候 就覺得這邊有一點變了 就是在車站附近 他們有規劃一個新的區域 今天就是也沒有想要走一個 太過專業的路線 就是帶大家隨意的那個叫什麼 漫遊一下夏北澤 這個鴿子 也太漂亮了吧 出去外面然後拿到相機 都會有那種工作的感覺 因為不小心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例如說什麼乘車資訊啊 然後什麼美食好吃要怎麼點之類的 這次就想說 就真的跟著我一起去逛街的感覺 是在排什麼隊呢 原來裡面是賣鮭魚的 而且那個鮭魚看起來好像很美味 難怪那麼多人排隊 好像很多人在買菜喔 看一下多便宜 這是全聯嗎 日本全聯 當然一大包才299 好便宜喔 可愛的番茄喔 在往前走有一個本多劇場 我剛剛一直在那邊找到哪裡有劇場 其實我是在前面 我其實有上網看 他們現在在上演什麼戲 我頭髮好像有點亂 但是我就想說 就是日文不是很LAND 但聽不太懂 會不會整齣戲就是看不懂 到底在演什麼 這樣會不會很浪費錢 還是這個才是啊 他們的那個基本行業好像非常的紅 就是在Netflix 都會看到他們 他們今天有上演 但是 今日不會售零售票這樣 好吧 那我還是回去看Netflix 不然其實也蠻想來這邊 看一下他們的戲劇 好可憐喔 Ugly baby Ugly baby 它裡面有裝沙子 好療癒喔 好醜喔 好醜喔 真的也好醜喔 整理整頓 這什麼復古的千明炸 裡面就是一個大型雜貨店 什麼都有賣 就是有吃的 伴手禮糖果 化妝品 書 什麼都有 還有一些很療癒的小東西 什麼意思 好醜喔 如果你們要逛古著那些的話 要去北口商店街 就是在那邊 上次跟高明來的時候 有去一家二手的名牌包店 而且還加了那個店員的Instagram 不知道他那店員現在在不在 好像是前面 這家店 剛剛他有認出我 他叫我Instagram母 こんにちは Instagram都有放他們的包包 如果你們想要看的話 就是可以上去看一下 一些古董的 包包兒 他怕我們看不懂 Have a nice day 我沒有英文 你在看什麼 那你來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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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 竟然看到小超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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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超可愛 超可愛 這是巴黎的 包包 推薦包包時間 H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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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o包包 波士頓包 12500日圓 Hiro Morihama 日本人 天啊 沒想到他記得我 他剛剛一看到我就說 Instagram母 他直接叫我Instagram母 然後我就說我明年可能會再來 就是你知道一年見一次的那種 我覺得他們家的包包就是真的 有挑選過的 然後狀態都還蠻好的 我覺得你們如果想要買二手的 古董包的話可以去這家店看 這個東洋百貨店呢就是 我每次一定會過來逛一下的 是不是很古著喔 而且很便宜喔 欸這間沒有很便宜 但是它裡面有真的很便宜的古著 你看990元 這些洋裝就是阿嬤年代的 這個要會搭你後 你看貓衣都是660 他們都整理得非常的好 好紅喔 會尋寶的話 應該可以找到很多好看的衣服 有二手的converse 他們的格子 類似格子去那種 就是小格子裡面賣了非常多 好看的耳環 然後很多手作的耳環 格子呢叫做素晶部 我每次都會來吃這個奇蹟鬆餅 然後這家店其實在台灣也有 但我就覺得在這邊吃的氛圍很不一樣 好聖誕喔 好聖誕喔 這邊有無印良品 我已经不知不觉绕了一圈回到车站旁边这里 那边有一家那个照相馆 抛弃式的底片相机 然后直接在这边洗 因为上次我们有这样做 就是这家 这个 不知不觉已经傍晚了 我觉得好像逛的差不多了 从早上一直逛到现在 沿途非常多那种古着二手的店 那有些价位高有些价位低 就稍微要再看一下 我刚刚那个戒指店感觉是蛮有质感的 是非常独一五二 然后再来呢想跟大家介绍这个 这个汉堡店Freshness Burger这家 有够好吃的 好可爱哟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 我已经逛得有点累累啦 今天的阳光都超美的 走在街上很舒服很惬意 所以如果你们来日本 可以安排一个时间来夏北哲逛逛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不一样的氛围 那我要去搭车车了 大家再欢